吴林郎 民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的状况了 房灾已经是花莲每一年必须面对的问题 地震 台风 这已经是花莲人习以为常的天然灾害 不过今年再加上疫情 更是让花莲县政府忙得焦头烂额 那么在20号的疫情记者会上 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 就针对目前的疫苗施打状况进行说明 并且也呼吁民众要注意防台了 20号花莲仍然维持零确诊 下午3点花莲县政府持续召开防疫集结会 并由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 针对目前疫苗施打的状况进行说明 同时也有4位从国外回来的民众 进行居家隔离列馆14天 那么在我们的接种的覆盖率部分 花莲在7月19我们覆盖率是25.2% 全国是21.8% 我们依然维持在全国最前面的前段班 这是各位乡亲重视身体健康 那么我们全台湾的医疗医院跟卫生所的医疗护士人员很辛苦的 继续来跟着我们防疫团队一起把我们的接种疫苗 能够让覆盖率扩增 让花莲安全性同时间也能够增加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在努力的方向 1922的预约啊 您会开始会收到简讯 就是第三轮就是符合第六 第八 第九 第十类的民众 以及民国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以前出生的人 您会收到简讯说 你可以开始预约来登记接种疫苗 什么时候可以预约 七月二十就是今天上午十点开始 一直到七月二十二的十二点 请以上这两大类符合资格者 你马上就可以现在看到我们记者会 就会随时进入1922的预约登记系统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接种 就是七月二十三到七月二十九 第三轮开始要来做疫苗的接种 华林县截至目前疫苗覆盖率达 25.9%高于全国的县市 记者会上也呼吁民众 能够进行1922网络预约 而七月二十三号也将进行第三轮的 疫苗施打 第六八九十类的民众要注意 手机简讯施打时间 那到今天为止 那我们这个第二轮跟第三轮的 花莲縣总共完成意愿调查的人数 是八千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一人 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一人 而这里面呢 那我们这一轮是三万七千五百一十一人 这一轮是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那单独选择 莫德纳的是四万四千七百一十八人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那所以呢 我想这个前三轮因为都是AZ疫苗 所以只要你选择AZ疫苗的话 我想这个施打的接种的机会 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单选择莫德纳的话 可能要稍微再等一下 那就像刚才民主长特别提到的 那第三轮的 那他的这个简讯预约的简讯 在今天早上就这两天就可以 就会发出来 那如果你收到简讯的 从今天早上四点钟开始 你就可以去做预约 到那个一样要上1922.gov.tw 截至目前新冠疫苗第二轮的施打人数 五千六百四十四人 1922网络预约 花里线总共有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一人 完成议员登记 也呼吁还没有进行预约施打疫苗的 民众能够上网预约 让花莲的疫苗覆盖率能够提高 才能够让花莲达到防疫的目标 记者领结花莲市采访报道